秋冬旅遊最後一波旅展 29號在高雄展覽館展開 各家旅遊業者把握商機 推出多項優惠活動來吸引遊客 原鄉部落也不缺席 阿里山風景管理處 因應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推出穆斯林旅遊 來吸引東南亞的新興旅遊族群 是這場旅展的新賣點 我們針對龐大的穆斯林的客群 我們也有在推廣做一些穆斯林的認證 那我們現在針對像是旅宿啊 餐廳還有半熟年 都有得到一些哈拉的認證 那我們希望說針對這些東南亞的客群 來到我們阿里山 可以感受到我們這邊 是一個友善的旅遊環境 赤展人表示 因應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所推出穆斯林旅遊行程內容 包括以茶、咖啡、原名、生態、鐵道、浪漫 為六大旅遊主題 讓遊客深刻感受阿里山山脈的人文景觀 國外旅客也能認識鄒族文化之美 另外茂林風景管理處 推出以盧凱族群為主的部落 美食和手工藝吸引遊客 我們最主要就是 我們在明年的那個幾樑山脈年 我們一樣一起 我們有推我們的部落遊程 今天帶來我們的美食之外 還有我們的遊程 我們好茶部落的那些工藝品 還有我們安坡部落的那個 童腕的那個遊程 從11月29日起為期四天的冬季旅展 有興趣的民眾可以把握 今年最後機會 藉由旅遊行程規劃 深入其境 體驗台灣多遠族群的生活文化 也是新聞打給我高雄市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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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